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阅历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应该大家最近都留意到那个消息上面 新冠病毒也有些新的改变 香港也不断出现了很多的确诊者 所谓的第三波也出现了 政府也进行了更加严厉的封锁措施 令到大到香港和世界各地 其实每个地方都是做的封锁 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在这里 大家知道这个封锁令到造成了全球 是一个很严重的经济伤害 究竟这个封锁 疫情对这个封锁的时候 是好还是坏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呢 最近也有很多的科学家也都有很多的资料 就是在网上流传出来 带出了这个封锁的行为 其实是属于一个很疯狂的一个行动来的 而且呢 那个伤害性也都是越来越大的了 那我们上一集呢 已经阿余研生帮我们在网上有一份很好的资料 已经帮我们是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个封锁 那个的情况引出来的那些问题 其实是一些很不必要的行动来的 那希望大家了解了之后呢 再去深思下 看看是不是应该值得继续去 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防疫方法呢 只是用封锁这个行为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袁医生再继续帮我们呢 将那个的资料再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听啦 虽然这方面资料我们都是在网上收到的 但是其实背后的这幅科学家资料 其实在外国的很多媒体 和很多医学雜誌已经刊登了出来的 所以不是这个一个 就是都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数据和资料的 那他们提及呢 他说呢 他说他讲不同的事实啦 是 他说第十的事实呢 他说呢 他说我们现在的数据呢 是显示出呢 我们封锁呢 对我们的疫情那个转变呢 那个过程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帮助的 OK 那么有些人说 哇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就是我们熬了这么辛苦 就是就是封锁期间 我们就是经济的破坏 家庭的破坏 家庭的破坏 个人的自由的损害 那你现在这样 竟然跟我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大帮助的 是 那好吧 那这个是外国的研究 很多科学家研究的资料 那其中他们提及呢 有一个是JP Morgan的银行 这个这个世界银行 摩金银行 他们说 那他做了一个研究呢 他就是根据呢 就是讲经济方面的 就是他只是探讨这方面而已 那他呢 就是分析一些数据 看看呢 他说呢 哪一个经济呢 是最容易是起伏的 可以复苏的 那当然呢 他就说 他找了三样东西 他说呢 通常呢 那个封锁呢 最不重的封锁呢 他的经济的复苏呢 是经济的损伤呢 是越少 那这个大家都想得到 那第二呢 他说呢 解封呢 对那个死亡数据 和入院的情况呢 其实呢 是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就是你解封了之后 那还有呢 解封了的情况呢 也都不会增加病毒的传播 这三点 这个是摩根银行的做出来的 OK 那当然呢 你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令到你个人呢 真是可以这样说呢 真是很depressing 即是很 很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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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了这么多事情 竟然的结论来说呢 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 嗯 那么 很多 国家呢 就看他们那个 那个 那个感染律呢 就是有时候有些人 那样 都觉得 都要顶不住了 就是要解封了 那样 那么发现呢 他们发现呢 解封了之后呢 他们那个患病率呢 竟然呢 是跌了的 是没有增加的 嗯 很明显呢 今次的病毒呢 是有他本身的性格的 就是有他自己的本身的动态 是 跟我们那个 任何的紧急措施呢 什么措施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就是他有一些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他有一些图片呢 他们登了出来 就是说这些国家呢 就是在 当他那个 封锁停顿了之后 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做了 是的 那么发现呢 他那个感染率呢 其实呢 是直接是降了 是不一定会升起来的 就是大部分呢 主要大部分的国家呢 都是跌了下来的 是没有升了下来的 那么他就说说美国啦 那么在美国呢 他只是做一个 就是他主要是观察一个 一个变数 那么他就看看 那个死亡 每一百万人的死亡率 和呢 那个封锁那个时间 嗯 那么譬如他有一些州呢 就封锁呢 是 早一点的 就是譬如 他就是 提前十日的 就是没有任何症状 那么他就会提前十日封锁的 那么 而有些有些州呢 譬如 South Dakota 那个州呢 封锁呢 是有症状之后 三十五日之后 才开始的 OK 那么你看到呢 他说呢 那个关系 就是封锁 和那个死亡 每一百万的死亡率呢 的关系呢 是差不多是 5.5%的而已 嗯 那么这个来说呢 就是基本上 是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封锁得早 封锁得迟呢 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OK OK 好了 那么在说瑞典 就是 刚才说是美国的数据 嗯 那么在瑞典呢 那么 Bloomberg 这个大的媒体 电视媒体 就有一个叫Elaine Hay 那她呢 也都是作出一个这样的报道 她说 她说 在 欧洲来说 那她通常呢 都是说那个 瑞典的 那因为瑞典呢 是选择呢 就不去封关 不去封关的 那就是说呢 啊 瑞典呢 是证实给我们看呢 就是我们不用一个 不需要一个那么严谨的封关呢 你都可以生存的 OK 那么 希望呢 这个瑞典的数据呢 是会让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 就是不用太过紧张 是一定要封关的 因为当时呢 瑞典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打算 瑞典就死定了 那些人会死 就是会被人死光了 那同时呢 那同时呢 在美国的法罗里达州 和乔治亚州呢 其实都是採取一些 比较没那么严谨的 没那么严厉的 封锁的措施的 那样 就结果呢 就是 都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是说什么大灾难 那样 所以这么说呢 就是最近在 在世卫呢 都开始 就是以前呢 就很赞 很推揚一下 武汉那种的封关的形式 但是最近呢 都开始呢 都提一下呢 瑞典这个模式 那就是说呢 在瑞典的模式呢 都ok的 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 好了 那接着呢 就另外一个事实 第十一了 那它就是说呢 是说佛罗里达州 因为佛罗里达州呢 当时呢 采取呢 是很迟先封关的 也很早就解封的 那也是一样 ok的 好了 那法罗里达州 是采取什么的 什么的步骤呢 就是与其呢 一面 就是全面去做 好像机关枪那样的 扫呢 法罗里达州呢 就有种 就是 焦点来对付的 是 好像加列昌那样 就是射中你的 需要的地方 那它们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最高危的 是什么呢 是那些 居住在老人院 你知道在法洛特州是最多的 最多的老人院 有些是有辅助的设施 帮助老人家居住的群体 法洛特州在这方面很多 所以法洛特州就选择集中资源 帮助这些设施的地方 譬如如果他们需要 政府会供应这些个人的保护设施 那些工具给他们 他们的集中的火力 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譬如在老人院工作 所有工作的人都要受个施检 看他会不会有新冠病 量体温之类 在这些工作场所 就要特别做得严谨一些 那些人就是你不可以 没量体温就不让你进去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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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那些照顾的员工 工作员工 都要自己要穿足够的 个人的那些 保护那些衣服 那样的 那样的 那当时呢 他们就将一千个口罩 就送给这些设施地方 有一万对手套 还有差不多是五十万个面罩 就是说呢 我集中去保护这些地方 那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说呢 那 与其呢 你去 去 去 将那些资源 丢到那个医院那里 那里 比如说 送一个 送五十万的特别的N95的口罩呢 你不如呢 是 保护这些高危的地方 OK 那效果呢 会更加好的了 那所以你看到呢 是法罗里达州的做法呢 是不同的 那 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不是法罗里达州 Georgia也是的 德州 阿坚索 Youta 日本也是的 你会看到呢 日本呢都是采取这种 自愿式比较多 就是不要用法例限制这件事的了 是 那 就看到了 法罗里达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他们的措施呢 都是选择性去做 就是全面来到封关 那样的 好 那 跟着呢 他们又提及了第十二的要点 那 有些人会说嘛 他说呢 就是纽约似乎死亡率很厉害 是吧 那你怎么解释呢 就是纽约就是迟迟不做 那你做完的时候呢 就已经 好像似乎死亡率是一样这么高的 那 因为他做了太迟了 就是一般人就会这么说 好了 那 关于纽约那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 在全美国呢 大概是有210万的 美国老人 就是大概 那个人口的0.62% 就住在这些老人院的 或者是辅助的中心的地方的 这个就是美国大概是这么多人的 那 而事实上呢 在他们的数据搜索的数据呢 发现呢 百分之四十二的新冠十九的死亡呢 都是这些地方的 嗯 就是死亡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地方的 那 那 那问题 在纽约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纽约当时呢 就做了一个很创的决定 因为当时呢 他们呢 纽约呢 是在5月呢 大概是3月17号的时候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那个疫情呢 刚刚是在那里加速着 那 那 当时呢 他们那个 政府呢 纽约政府有一个策略呢 就是呢 就要那些老人家呢 就 就是那个 清走那些老人家在医院那里 因为医院呢 需要多些病床 是 那变成了很多老人家呢 就要他赶回 赶回他们 赶回到那个 老人院那里的 那里的 那当时呢 一般的政策呢 如果要那个 老人家出院 回到老人院那里呢 你是需要做一个测试呢 两次都要 都要 那个阴性 才被你去的 那但当时呢 他们就因为 紧急的情况呢 他们就不理了 照样去 总之就 回到老人院啦 不要在医院那里 占领医院的病床啦 那变成了 是将很多的高危 以及已经感染了的老人家呢 就是 赶回到这些老人中心呢 是导致呢 为什么呢 他们那个死亡率 比较这么高的 那还有一个 做错的地方呢 就是在纽约当时呢 他们用那个呼吸器呢 那个 ventilator 用得很高的 很快的 那其实现在发现呢 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呼吸 就是 帮助呼吸的那些 那些 那些仪器呢 其实呢 那个害处 更多个好处 是 那在纽约城市 那个病人里面呢 发现呢 80%的 用呼吸器的那些病人呢 是死了的 那比一般的应用的死亡率 是多了很多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纽约的那个 为什么会死亡率这么高呢 不是说因为 他那个 封锁得不够快 是只不过呢 他们的医疗的手法错了 还有呢 他是没有在高危的地方呢 是进行一个 适当的防御的措施的 好 好 好 这节时间我们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那继续回来我们的题目是 封锁是好是坏 第二次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脱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那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封锁是好是坏第二次 上一节呢 袁医生还跟我提过呢 其实有数据显示到 那个封锁呢 来得迟来得慢呢 其实跟那个传染的比例 或者是死亡的比例 其实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只不过可能是 怎样纽约那里 纽约那里那么多 根本是那个州政府那里 用错了一个应对的方法 那跟那个封锁快点 和慢点 其实就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那麻烦啊 袁医生再帮我们分析 其他那些资料数据 是的 纽约市呢 纽约就是用另外一个 就是策略不同了 结果呢 它是没有特别 就是保护这些 高危的老人中心 那么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那个死亡数据呢 那个死亡人数呢 是六倍在佛罗里特州和加州的 你知道佛罗里特州 其实也有很多老人中心的 那就是大家的处理手法不同 那个死亡数据也不同 那又说回日本了 当时的日本呢 就是最近都看到了 日本就很快又开封了 那当然它有很简单的指引 那当那个感染的人数呢 每10万人 就是0.1 每10万人0.1 那时候呢 它就基本上可以慢慢开封了 那在日本呢 其实呢 比它的预期呢 本来预期 5月31日开封 那它就5月14日 已经开封了 那你也看到呢 日本相应的措施 是没有那么严厉 是 所以呢 它那个 又不见得是说 那个 那个疫情呢 是失控 那样 好了 接着讲讲呢 就是那个事实第13 这篇文章所提出来的 其实很多的 那个政府的 公众的 健康的那些官员 或者 那个疾病的 遗传学家呢 其实呢 他们很多时候呢 他都没有考虑 就是没有去考虑呢 是 这个的封锁 那些人 可以带来的 社会上的 后遗症 就是他没有考虑这一点的 那就算是 Anthony Forsyte也好 那他自己都在 在国会那里呢 都聆讯他都这么说 他说 就是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医生 我是一个公共的 衛生的官员 那我就会 我呢 就会 给一些 建议的 但是呢 基于我所认识的 科学的 证据之下 但是 当然 其他人呢 就会说其他的事情 有不同的想法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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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封锁这个 我们国家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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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其他的考虑 那 但是我记住呢 他说明呢 我的建议呢 是 跟经济无关的 就是我不会考虑这一点的 那所以呢 我的说法呢 是纯粹呢 只是说在那个 公共健康的 立场来讨论 是不会考虑到呢 其他的因素 那个所谓 那个经济的因素 那样 好了 那结果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呢 在我们的封锁 期间呢 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呢 因为那个封锁关系呢 是导致了很多的 死亡呢 是因为自杀死的人 OK 因为那些人呢 就是 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本来有医生 约了几个都没有去到 还有呢 可能因为呢 是那个失业而导致的 那在现在 也都有一个另外一个资料 显示 在现在全球呢 因为这个封锁呢 导致的 就是失业啦 还有很多人呢 没有工作呢 其实有很多人饿死的 那我听到一个数据呢 就是差不多每天 有成一万二千人饿死的 是愈远多过死在这个 新冠病毒的 那就是这件事 我们从来都不会算的 只是想着呢 那些人会感染啊 会病死啊 有老人家尤其是 那就是说一说 那但是 有没有考虑到 就是其他的因素呢 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呢 其实所造成的伤害呢 其实会是更加大的 那好了 这篇文章也都提及呢 有一位在以色列前 前那个卫生局长来的 基本上 那叫做呢 是Yoran Lass Yoran Lass Yoran Lass 那他就有一篇文章呢 他就讲及了 他说呢 就是我们是人类历史上呢 第一次呢 就是遇见这些这样的世界的大瘟疫 就是所谓那个流感呢 那就是除了那个病毒之外呢 现在我们另外有一个呢 就是社交网络的病毒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 社交网络的另外一种的病毒来的 那这个的社交网络呢 是不断呢 对全人口呢 是不断在帮他们洗脑的 那你所以你很多时候呢 得到很多那些 就是那些恐惧的 和那些焦虑的那样东西 就没有办法呢 令到我们好好地呢 是平心静气呢 去看到这个的到底的事实的真相 是怎样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我们所以现在的搞到呢 很多时候呢 政府官员啊 都做一些 采取一些策略呢 不是说因为科学的 数据 真实的资料 是 之下而做出 是只不过呢 因为大家群众 在那个社交网络呢 的压力的 那你可以看到香港的 很明显的现象啦 是不是 今次有所谓第三波 那一来之后呢 政府就有人吵了 害怕了 那政府说 那样啦 那就是那个食指那里呢 就全面限制 那样啦 那发现呢 都还没得了啊 那这样就 哎呀 就是完全封锁它啦 嗯 那接着没多久呢 那个社交网络又说那些人呢 在街上吃东西 怎样可怜啊 那政府呢 本来原本说 打算做一个星期的措施呢 那两天就解封了 那这样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我们的人所 就是 差不多全球的人 都是现在犯了这个问题的 是 我们所做的措施呢 不是根据事实 不是根据真正的数据呢 是只不过根据呢 是群众的恐慌 啊 社交的网络所 所能够产生来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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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前那个那个 国家那个卫生卫生卫生局长 那他都说呢 这个是我们现在历史上第一次面对的 OK 好了 那另外一个事实呢 就是第十四个事实呢 其实他说呢 他说呢 现在我们经常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预测的 预测的所谓那些模型 那些模式那些模型 那些模范呢 那些模范呢 就是预测到 哇 会死很多人 多少百万人 多少千万人 那其实他说呢 在大概一百年前呢 已经有一个科学家 叫做William Farn 他就已经呢 是已经供应了一个 预测的模式 一个模型的 嗯 那这个呢 可以这样说呢 数百年来呢 是一直呢 都是没有改变的 都是对的 那这个是William Farn 他大概是1840年呢 就那时还没有电路的 差不多用算盘的 那他已经预测到 已经计算出来呢 其实 所有这些所谓的疫情呢 都是根据一个 一个活动模式呢 就是一个我叫做Bell Curve 一个中型的 嗯 就是他会慢慢的 会来 然后呢 就 接着呢 就会慢慢走的 那他根据他这个 这个弧形的 就是这个弧形的 模式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说 新冠病毒呢 都应该呢 好像过去以前那些病 那些流行病毒 那样一样的了 他呢 就会 会慢慢升起 那呢 就大概到40天呢 他就会到顶峰的了 OK 那跟着呢 就慢慢在70天左右呢 就会跌到呢 是差不多零的了 那这个呢 是一百年前呢 就已经 已经有 有位科学家说出来呢 是那么多年来呢 我们所观察到呢 是都是事实的 就是都没错的 他所谓的预测 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所有这些这样的病毒呢 这些这样的 那个疫症呢 都是会来 跟着那么多年之后呢 就会走的了 OK 那我们整天所谓的 原因就是 因为有所谓的群体免疫 是 就是大家整天说 我们都 就是捱过他 我们被群体免疫出现了 他就会走的了 那你也看到呢 现在是我们看到 在武汉啊 在河北啊 在中国呢 其实都是看到这个现象的 都是一个很尖的 好像高跟鞋那样的 高跟鞋上去之后呢 那跟着就慢慢慢慢下来的了 那已经在我们在中国呢 已经看到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呢 都是看到相似的现象的 OK 跟着呢 就第十四个 那个情况了 他说呢 他说呢 这个的封锁呢 是会 会引到呢 是更多的死亡 更多的 的破坏呢 是多过 那个新冠十 就是十九本身做得到的 OK 那么他又计过很多 这方面的啦 其实他们 他们用的方法呢 就是除了 就是当然 经济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啦 这个全球第一次呢 就可以这么说呢 是那个 那个GDP呢 是跌得很厉害的 嗯 有些说会跌成四分之一 或者六个百分之一 有些就 有些地方就不止的 那么 其实因为这个的 啊 疫情关系呢 其实导致很多其他的地方呢 都受影响得很厉害的 那么 其中他们计过呢 就是计过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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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的 就是以燃计的生命呢 那个损害 啊 那么他现在估计呢 大概呢 在每个月呢 差不多我们的地球的损害呢 是大概有七十万燃的 的生命 嗯 到现在大概有成是一百五十万燃的生命 已经 已经损失了 是 那么 那么 这个的 啊 的 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那么 就是很多人呢 本来呢 是要去 进行一些 例行的治疗 例行的手术 都是因为疫情之下呢 去到呢 他们都不敢去的 那么 那么你看到呢 早期呢就经常怕那些 医院的设施呢 就会人满之患 是 那么也发现呢 很多地方是 完全都是空灵灵的 没什么 没什么人去的 那么 香港你也看到了 香港本身的养和医院 有没有人去的 就是说少了很多病人 是 那么结果政府就要出很多钱呢 是来到就是 就是补助他们的 那么其实在美国呢 都是都是这样的了 都很多 他做过一个一个很深入的调查 那么就在美国的本身里面 那么他看到呢 他说呢 百分之五十一的 那个前线的医疗工作者呢 他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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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下来的那个 四个星期 那个经济的那个展望呢 他都是不清晰的 嗯 就是百分之五十一 已经都不知道 跟着下来的 那四个星期会怎么样的 那么 有四百分之四十二的诊数呢 就开始呢 就要解雇一些员工 或者一些各自的一些员工的 OK 那么在美国呢 他就曾经调查过 二千七百宗的那些诊所那里 那里 那么发现呢 他说呢 他说呢 他说是十三个百分之五 是可能呢 预测呢 可能跟着一个月呢 是要关门的 嗯 那么你也看到呢 那么 就是那个问题 是挺严重的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他也看出的 就是说呢 他说有些人呢 就因为诊所呢 就是不用上班了 那些康护就不用去了 因为没有什么病人 是不是 病人不敢去诊所 那样 那些 那些 妈妈呢 就是 就是 没有了收入 没有了那个什么 那还有些呢 是学校呢 因为因为关了 关了门 那些学生就没有得去上学 那那便要留在家 那变成了很多的家人 是要照顾小孩的 是不是 那不是说有一些家庭 可以帮他 那很多的妈妈 就因为这样 因为小孩没有学校 就要放假 那便来到家 那变成了很多的工作人员 那些医生 那些 医生那些护士呢 可能呢 都去不上班 上班 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个创伤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 好了,那最后这篇文章讲 现在经常讲,我们慢慢地视乎疫情一步一步就会开封 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他说,最后就一定是一个很成功的了 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根本不需要封锁,他都会成功的 最后病情都是会走的,是不需要封锁方法的 所以最后就算你将来这样讲,我们只能够看情况 一步步来到开封,有很多基本的指引 其实他们这样讲,其实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很简单,封锁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你做什么呢?其实最后都会走掉 所以那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患病的人,99.2%都是本身有病的 这个就是死亡人,99.2%的 年轻人根本是死亡人,很少很少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现在我们的目前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带来的,那个伤害是很大很大 其实也可以这样讲,是没有什么真正必要的 因为真正的历史上的所有这些这样的疫情 都是会产生群体免疫,最后就是会走的了 好了,简单来讲,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呢? 他说应该第一件事,所有这些封锁的措施 全部是取消了,是没有这样的需要的了 好了,那一般人呢,如果你是真的有病的人呢 就要戴口罩咯,OK? 那如果在家休息,是不是? 那如果是没事的,就是多些勤,洗手啊 很简单这些这样的事情,其实都可以的了 这篇文章最终的结论就是这样 好了,那我们会这么提的 其实我在大概2月份的时候呢 我都已经建议了,写了一篇简单的建议书 给中国人大和那个政协那里 其实我当时提出的,我提出的一个简法就是 其实讲来讲起就是那个死亡率 是 今次的疫情呢,其实那个死亡率 感染死亡率呢,可以这样跟过去的流感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刚才都给大家,这是根据外国的大的数据去分了出来 是0.07到0.2%的 和一般的季后性的感染是没有什么大分别的 不过呢,今次呢,那个传染度呢,是很厉害的 嗯,也都视乎地方啦 那就是有时它有不同的病毒的,不同的病毒的种下 那它有些国家可能有些不同的 那但大致上呢,它的感染,那个传染性是比较高的 那但记住呢,它的那个死亡率呢 是跟一般的季后性的流感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所以我经常很强调啦,而我事实上知道呢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人呢,是所属于所谓的 是确诊而没有病征 嗯,即是说呢,有一半的人呢,就算接触到这些病毒 所谓冠状病毒之后呢,其实它都不会病到的 是,一般人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我们是怎样去理解这件事呢 现在转流传媒呢,就常说这一套呢 就说这班人呢,是很危险的 它是带菌者,但我们没有症状的 都不知道谁是这样的,就是它这样去看的 那我和大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呢 都在这个资料上已经看到了 根本这些这样的,所谓没有病征的带菌者呢 其实它是不会传染的,OK 那所以呢,既然百分之五十的人呢 目前呢,都是病毒,有接触到病毒 感染都不病的呢 那所以我们应该呢,是用我们的方法呢 是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的嘛 分别就是免疫能力强的嘛 那所以我一直都和大家说呢 我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加强免疫能力 最简单是维他命C,维他命D3 C,维他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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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这些这样的,就是一般很容易买到的 那很多的,譬如风胶,或者那个 那个,那个橄榄二精华素啊 其实中草药都很多的 那你可以呢,就是最正常的就是 加强身体的免疫能力 尤其是那些老人家高危的人呢 更加是用营养补充剂呢 加强他的免疫能力了 好了,那还有一个措施就是说呢 当你如果真的有病的时候呢 你用一些是有效的医疗方法咯 是不是,就是现在经常这样 现在我听到主流医疗的说 我们是没有药医的,它是真的 我们是没有对付病毒的药物 有效药物是没有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这些药物是很大副作用的了,OK 那如果你用这些的方法呢 是会很多时候呢 令一些很轻的症呢,会变重症的 那更加呢,如果变成重症呢 再用这些很强,很霸道的那些西约呢 是会令到他死亡率增加的 那你现在看到呢 现在中国呢,为什么 他们那个很多很多地方 比如北京啊,上海啊,广东省 都成几千万人的地方呢 为什么他的死亡率是单位数字呢 其实呢,那个关键呢 是他们最后呢 就改了用中央的方法了嘛 是不是 那这样东西在沙斯期间已经证实了 在邓铁涛教授处理了730宗的沙斯病人呢 是零转戒 就是不用因为搞不掉 进西医院啦,转去西医院啦 零死亡率,零感染啊 记住啊 就是我经常这样说 医务人员本身都受感染啊 为什么中医医院去 医务人去搞也没有事呢 我记得最后呢,是零后为证的嘛 那就是呢,其实我们已经有看到呢 中医方面已经有很多资料 告诉你呢,是用中医去医呢 死亡率差不多是零的 好了,那在美国呢 其实已经很多医生 如果看到网上已经看到的了 我已经看到有两个节目了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一位黑人的女医生 那它本来呢 在非洲行医的 那你知道呢 非洲有很多些药疾病的 malaria的 那而当时呢 他们用了一种叫 hydroxychloroquine 这种这样的 就是70年前已经出现了的 医药疾病呢 它说呢,我用这个 这个西药 70年前已经有的了 就加上加些星 再加上另一个很简单的药呢 它说呢,我处理了三百多宗的病人 包括年纪大那些 我完全都够了,零死亡率的 OK 那就是说,其实就算在西药方面呢 我都有工具的嘛 只不过这些药是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已经是旧药 是没有什么钱赚的 所以呢 是整天就不肯用的 是吧 好了,那另外呢 我也是听到这个网上的资料 你看到呢 在Equador Equador 一个小的南美洲一个国家呢 他们的医生呢 他用了一种 是叫做Clorine Dioxide 他医了一百多宗的病人呢 是零死亡率的 那这个等于一种 就是好像漂白水的 是一种养分的物质 那他就用了一个简单的 氢势量的定物直注呢 是百分之百医好的 那我也都和大家分享过 是很久以前在SARS期间 我已经讲过了 在我们祖研呢 其实现在都有的 在苏联都有这种工具的 就是用一个紫外光的方法 将那些照我们病人的血呢 那抽些血出来 抽五十斤斤的血 照它大概半分钟 再射回去 令到那些非典型肺炎 那个死亡率呢 是零的 那我就说呢 其实很简单的嘛 你加强人的本身的体抗力 用营养补充剂 曬多些太阳 做多些户外运动 OK 令到你呢 就算你中招 都不病 因为经常说 流感病毒是挡不了的 哈哈 它不是口目那么简单的 它真的飞来飞去 你根本没有办法挡到它 那所以呢 你真真正正的对付方法呢 就加强自己免疫能力了 令到自己百毒不侵了 那为什么你会听到 在印度已经 这个官方数据 四十四个百分之 那些印度的人呢 是受了所谓确诊而无病症呢 那这样 很简单而已 因为印度人呢 是一个 那个生活环境呢 是很不卫生的 它不断地接触病毒 接触病菌的 那因为你不断地有机会接触到呢 而你自己有机会呢 就是 锻炼自己的免疫能力了 那令到他们今时今日呢 竟然加了四十四个百分之 就是已经确诊而无病 其实呢 整体来说呢 其他国家的人呢 是更加高的 因为他们的那个 生活水准 营养的状态呢 是会比印度更加好的 那好了 那就是简单方法呢 就不是说不准上学 不准上班 叫人呢 就是没有了社交 困在家裡 其实这个措施呢 可以这么说呢 虽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都是在走这条路了 就是什么原因都好 就是吓到大家走这条路 但是现在很多国家 是走另外一条路的 瑞典一个例子 还有呢 是很多美国的州啊 都走一种比较开放一点的措施 而结果发现呢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哈哈 就是你封也好 严格封也好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人说 不是哦 是不是 中国不是哦 中国你看看 真是死的人少了很多哦 那 为什么我们说 要用这个 这么强烈的封锁措施呢 就是那个理想 就是 我们不能够让太多人 突然之间患病 令到我们那个医疗设施 没有办法处理 那么所以我用这些手法呢 是封住它呢 按下这个的所谓那个病法律 那么那些人呢 就我们资源可以搞得定 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理念就是这样 那么好了 但是有一种说法哦 将来呢 就是这些病情呢 都是好像fast了 那样的啊 都是大概四十日到peak 到七十日左右 那就会走的了 那么每个国家 全球国家都是会走过这条路的了 那么呢 如果 好像瑞典这些这样的国家 那么虽然有人说呢 瑞典那个死亡率呢 好像高一点哦 那么 高过美国 那就是以它那个人口来计啦 人口 那么 但是跟美国比较难比 因为美国的地方很大的 是不是 就是有些地方真的 人烟 那个环境是不同的 瑞典始终是一个小国来的 那么 那么虽然说它是大了 是多了美国 有些说多了四分之一 那么 那个方法就解决了 是不是 如果中国就因为 中国好彩呢 就有中央的嘛 中国好彩呢 中国是一个中央的集权的国家 就是它政府要颁命来 要用你就用嘛 就是不用大家没什么意义的了 就是 我派人去吃中药 处理它 用一个主流的医疗方法 所以那个问题呢 其实呢 就是 过后之后 我相信呢 就会有些 多些资料出现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 现在我已经看到了 其实封锁呢 其实对疫情的发展 是没什么大帮助的 那么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其实这些病毒老鼠在了 是不是 不是你现在知道了有人病 你才去封锁 其实一直都在了 所以你根本是阻挡不了的 它已经广泛地蔓延了 那么 那么 那还有的 我提出呢 其实我看一下 现在的煤介 和那些不要说非主流呢 我都很少人提到这件事情的 就是为什么你不用一些 有效的医疗方法呢 是不是 那么你用了这些伤管齐下 加强人的补充 那个营养剂 加强他们的免疫能力 让他种植都不会病 那么第二呢 就有种植的时候呢 是及早用正确的方法 令到死亡率是接近零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可怕呢 需要用这些封锁的方法呢 谢谢 麻烦袁医生帮我们呢 亦都分享了网上 这个关于封锁的一些文章 希望大家听众听了之后呢 真的再去了解一下 可能当时呢 中国它做一个全面性的封锁的时候呢 除了它用中约呢 可能就是 在那段时间 大家那个中国的人民呢 都非常遵从那个国家的指引 他们真的留在家里 那纯粹呢 就是生养生食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对那个 就是每个人的保健的方法 是另一种的形式 可能就是他们平时很忙碌的东西 都有机会呢 就是 停了下来 那么养好了身体的时候 所以呢 就算它再有那个 再重新开始的时候呢 都那些再说有病法律 就是都不会说好像现在这样 突然之间呢 又有第二波 又第三波 或者突然间就 好像香港突然间 每天都超过一百人确诊 令到呢 就很多人的那个 就是担心 正如刚才医生也说的 很多人都是 确诊了之后 就是它在测试里面 是属于是阳性 不过完全没有病征 那就是也都反映了就是 根本事实上 很多人本身 已经本身只有 那个足够的抵抗力 去防御了这个 新冠病毒 那就是了 一种说法呢 实际上有一种说法 它说呢 现在中国现在这样做法 有些措施 强行压低了它 而中国人本身呢 是没有真正的免疫能力的 那到时呢 你一开放呢 它就会再反弹 那有一种说法 当然是 要慢慢来看看 是否真的 但是作为另一种的可能性呢 其实呢 所有这些病毒呢 都会变的嘛 是吧 最初它就来势空空的 很凶猛的 但都这样 它会慢慢慢慢变变下 变了就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如果是这样呢 那这些封锁 而导致当时的死亡人数减少 因为用封锁而减少 其实都会有理解的 但是呢 我告诉你 中国的成功原因 就不只是封锁 是 它是用一种中国的忠疫 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来的 不只是封锁的 所以其他国家 如何严厉封锁呢 其实是达不到相似的效果 只是等他去到某一个临界点 哇 真是忍不住了 政府就要开回 开回到时 这件事慢慢可能 好像一个封锁病 适应了 还是什么的 也都与此同时间 那个bell curve 他就走着效果了 那他说成功了 算了算了算了 看看是否成功了 作者在文中里面 他都匹敌了 到时一定全球都说 我们这个封锁是成功了 成功了 因为结果是没有了 因为事但一个说 哎呀 原来当初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不封锁呢 我想呢 被人家追了 杀死了 杀死了 是的 其实这些资料呢 在外国呢 是被人打压了的 所以你不是那么容易听得到的 是 他是有一个的 就是这些意义的声音 但你记住 背后讲这些话的人 不是普通人来的 我暂时讲的是 以色列的前那个卫生部长 现在讲的是 斯丹特大学 牛章大学那些全部都是很顶尖的 其实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诺贝尔长的得主 所以这些资料呢 不是一个普通人说出来的 是全部呢 在外面呢 已经公布了 写出来 刊登了 不过一般的主流呢 就不会再说的 不会告诉你 所以都要多谢 现在这些那个 媒体世界里面的发达 可以呢 令到这些呢 被主流媒体封锁的资料呢 我们也有机会呢 可以接收得到 亦都可以呢 在空气中 在网络上面呢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好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先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